台中市议员黄仁在议会表现出色 做人做事也相当成功 目前被提名为平地原住民立委候选人 今天我们就跟着黄仁前往台东偏乡 一起感受他的热情跟活力吧 今年才60出头岁的台中市议员黄仁 出生在台中县长冰箱 从军校大学到寿氏毕业后 一直从事原住民相关的工作 虽然他担任台中市议员 但是他的服务热忱遍布全台湾的原住民地区 也相当重视原住民的权益跟生活居住品质 建盖原住民的社会文化住宅 解决他们在都会区的这样的一个租屋的困难 因为现在的一个房价提高 然后房租也提高 物价也提高 所以种种让我们原住民在经济上 已经是困难重重 除了在议会为名喉舌 展现地方建设的关心之外 黄仁也经常回到原乡 走遍台东花莲的各乡镇市 参与各种活动 关心各项公共事务 黄仁说花东地区最需要的就是环保跟交通建设 第一个 以台东这个区块 包含花莲这个区块的东海岸 第一个除了它的环保生态 一定要着重在这个地方 生态的保育非常重要 第二个是在整个的观光 这个路线一定要设置观光 因为台东除了农业产业之外 它就是无非就是观光 黄仁说出了交通建设之外 台湾原住民最需要的是整个生活水平的提高 跟居住品质的改善 希望提升原住民的社会地位 也让保岛台湾各个种族 能够融合成为一个大家庭 共同打拼为未来而努力 记者陈文旭 李佳金 台东报导 因为台湾和阿美结合 台湾和阿美结合